费财尽在运通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每天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台北股市目前报在107.84 价钱指数那么跌69点 整体上还没跌完 还没跌完还没 快到了 再稍微忍耐一下 金融市场我的看法 第一个 你要先确定 其实加权指数本身 就我们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本身 它就是一个领先指标 台股本身就是个领先指标 那么比起国际股市 你会发现到说 往往台北股市如果当天跌 接下来的国际股市的上半场 都是比较弱势的 反正台北股很强 国际股市就很强了 所以台股是领先全球市场 在这个过程 又加上台股会超涨超跌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怎么样去做检视判定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举例 你如果看最短 最短我们讲很短很短的来看 看多少 107.86 最短的看10000786点 可是107.86这个支撑不是不强 我说一次 就大概786就在这个位置 可是这个点不强 这个点这个支撑点不强 那你要等到什么 你要等到对的时机 你才能出手 那真正的对的时机 我帮你写在测标上面 你一定告诉我说为什么 好 我举例 今天 现在是12.0 1分 对不对 一种你就先看 今天到收盘 你该怎么做观察 另外一种 你要看明天 特别是到后天 你就只要做评估了 我现在想办 我应该怎么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到明天 甚至于到后天的一个小结算 我该怎么做部件 你都要准备好了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在于 其实大家都会 你比我厉害 但是呢 你虽然比我厉害 你什么都会这样 但是你有做吗 没有 你有没有照你会的 你都懂的 你去做操作 有你就一定赢 不然你就不会赢了 会的都没做 那会的都要做什么 那会他干什么 我举个例子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的 是到今天早盘 到今天早盘 加权指数 从11月13号以来 到今天的接续图 就是说 我们把每一天都贴在一起 没错吧 都贴在一起 你去观察 那么请问 接下来该怎么做观测 关键就在于 我今天等你要怎么做 然后我明天在后期 我爱怎么做 这个才重要 而不是单纯 来 它其实只有三天 三天 不是每天都重要 真正的关键就有三天 最重要当然是11月22号 为什么这么讲 各位请看 底下是日期 对不对 上方是加权指数的一个行径 好 我分别把11月13号 再来15号 接下来22号 那么在当天底下 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来 这个结构里面 我请问 第一个就看高跟低 什么叫高跟低 你就看它的位置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11月13号 11月13号 是个高点 那请问 11月15号这个点呢 因为这个点就叫低点 对嘛 11月13 这里叫做高 这就叫高 这就叫做低 不啦 请问我这个讲法有没有错 没有错啊 你就眼睛看 这里叫高 那这里不叫低 这里叫什么 那如果这里叫低 那请你回答我 这里如果叫低 那哪里是高 那这里是高 对还是不对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好 来就看着它 金融市场 不是预测 而是用真实已发生 因为 所有的商品价格 包括加权指数 它是真实有交易的 有交易的 才会形成这个走势 有高业嘛 有人买 有人买嘛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猜啊 你去猜它干什么 这里如果叫高 这里叫低嘛 这里呢 这里就叫高嘛 好 那我现在要谦告你 那高低该怎么看 你以后我事后才知道高跟低啊 对不对 对 所以在它及时行进的过程里面 及时行进的过程里面 好 我举例 各位请看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只放大这里就好 其他都不用看 就这一块就好 好 停 不要叮噹 来 对对对 谢谢谢谢 来 各位请看 你要注意看 11月13日到11月15日到11月15日 第一个开盘跟收盘不要看 不要看开盘跟收盘 你只看开收盘之外 每一天盘中的每一分钟 每一分钟 每一分钟最大交易量 你就把它标示出来 各位请看这个画面是不是三天 13 14到15没有错吧 好 11月13号是不是在这个点 我把这里画起来 把13号的最大交易量 握一条算 然后呢 我把11月15号 最大交易量 我也握一条算 不就得出这跟这吗 好 别叮噹 慢慢往右边走 慢慢走 慢慢走 这是13号的最大交易量 这是最低嘛 你快走 慢慢走 开盘跟收盘不算 快走 他继续走 他一直走 好 来 到22号停 是不是 22号这一分钟 这个交易量来到什么 这个交易量区间的上缘 是不是冲出来 在这里嘛 好 我们看全图 什么都不用看 接下来请你教我 我买什么 你帮我教 请你告诉我 如果这里叫高 这里就叫低嘛 这里叫低 这里就叫高嘛 好 如果A是个高点 高点爆量 那请问看涨看跌 你给我教 我不行 我什么都不行 你教我 高点爆量 这个叫高 这叫低嘛 那高点爆量是涨是跌 你说肖又明 我20年前就知道高档放量是要落 对嘛 如果这里叫高 高档爆量嘛 但是要跌嘛 好 再来到V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背离 我就没有看过什么背离的 有什么好背离的 好 来 B 那如果A叫高点 B叫什么点 B不就叫低点吗 那低点爆量 是看涨看跌啦 看肖也是看跌 我说A给它放空 B给它做多就好 对 你都会嘛 好 再来 你都会 来 C 那C是高点还是低点 不是啦 这里叫高 这里叫低 这里呢 这里当然叫高点 高点这个叫什么 高点爆出这么一段期间以来的最大交易量 我问你 那是看涨看跌 不然你自己去眼睛看 你不要问我 我买的 我什么都不会 不是啦 这里爆出最大交易量 这里叫什么 你说那就是要跌啊 那跌就跌 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一直跌 跌到哪里 就跌到这里 就这里啊 你说会不会破 有可能啊 那破怎么办 破就买啊 还能怎么办 这种话 这种事还要问吗 不破 不破 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空他 你怎么会怕什么 不然他会去 不然他会去吗 你回答我就好了 不然你去我看看 你自己用眼睛看 这我还要讲什么 你不会吗 各位亲爱的 你们都会 还比我厉害 各位观众 我觉得你都比我厉害 量价结构 你比我厉害 问题是 我要问的就是 请问你 有在这里放空吗 有在这里做多吗 有在这里放空吗 这样就好了 在这里做多 在这里放空 在这里做多 对吗 分析师不是都要这样 帮你做吗 你怎么办 我不敢说 他不是多讲的吗 好了 11月22号 不就上个礼拜三吗 要看一次 今天是11月27号 很快的 在两天又是礼拜三了 11月22号 是不是礼拜三 好 来看第一图 好 第一图里面 我们在当天 11月22号 当天的12点到12点半 对不对 你也说我欧白宫啊 你看你没讀 缺口明明有三个 一个叫陶毅 一个叫中济 一个叫洁净 中在哪里 我问你嘛 中在哪里嘛 我找不是完全照本宣科 你知道吗 找谁的人不对 我只问你这句话 写的如果是错呢 你敢说写的人一定对吗 所以要自己 要独立思考 当你看到了 你要去检视 就是胡适讲的 你要唯物要论证 他这讲得对 不然他讲得就对 我讲得不见得对嘛 你要去论证嘛 台北股市 特别是加权指数 藏起来没有错 陶毅 中济 洁净 问题是 它要出现这么平整的 三个缺口 那个几率很低 正常情况就逃逸捷径 往下也是一样 逃逸捷径 那你说出现三个会不会 会 可是几率不高 所以整体上我们来看 上个礼拜三 我们不提到吗 依照正常的形态结构里面 当他出现第二次 我这个最少讲十五年了 我相信没有 这说十五年 我不是说十五天 逃逸之后再来呢 就是一个捷径了 那捷径呢 就多方已经捷径了 没人还指望什么 我多头我就已经捷径了 你还指望他什么 我不知道嘛 好 那不是十一月二十二吗 这个叫逃逸缺口 这个叫捷径 在这里发一条线 花在多少 10842 因为消耗米里有到北趟 人家长到10882 对啊 那你告诉我现在多少就好了 最多786嘛 我都说786 因为有个蛋嘛 不要急 好 看底下 那为什么是842 有什么是10842 这个842不是我乱算的 而是十月二十二号 当天 剔除开盘量之后 最大交易量 就发生在这个点 叫做一万 10842点 对不对 好 来 现在刷下去 现在是先说过去 刷下去 你就要等了 你要等什么 你的出手点 你不要理他 你就等 一定等得到 并且还会破 你买了还会往下再跌一点 不用怕 不要怕 那你说那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 要乐观 批也说要正午时 半康复午时 就是要做多 好来 我们来看加权指数 一样 我们把时间拉近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七号 好 从上个礼拜三 二十二号 到今天 我们是在10842 画出一条平行线 对不对 10842 为这条平行线 然后接下来 你说与其他过不过高 不要去猜 你猜那个有什么意义 过高 你会赚到吗 破低 你会做对吗 其他就没说了 十一月二十二 这一个10842 是近期以来的 最大交易量的位置 代表怎么样 代表有很多很多人 有外资 有国内的法人 有自营商 有你的朋友 甚至有你自己 在这里 买进股票 卖出股票 做多股票 放空个股 都有 那你的平均交易成本 在当时最主要集结在 10841点 所以你就以10842 当作一个重要的 一个参考点 好 那就说完 那底下呢 你要再划一条线 画面还有一个条 你不才能做 画面这条呢 叫10841点 你也说我黑白公 你每天也说我黑白公 我就每天都黑白公 我只问你 是我黑白公 有没有讲错就好了 这不是 从前我就要不要讲 讲不完了 十一月二十二不礼拜三吗 对不对 十一月二十三不礼拜四吗 不都一样 赶快10842 跟我该来该去 干礼拜五 不是友达正五十 鸿海负五十吗 我看底下 不是还是10842 就不会变嘛 怎么会变 对就对 错就错 有什么好变的 你只要回答我嘛 这里是 这里叫低 这里叫高 还是低嘛 这里叫低 这里也叫低 不然当然 大尾是高 如果是低 这里是高 高点爆出最大交易量 还是呢 我不知道嘛 你自己看嘛 所以 好 你应该在10741啊 为什么是10741 我请问你 这个10741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当然不是嘛 是外资最主要的成本在这里嘛 近期嘛 所以当台北股市 来到10741 甚至于被贯穿741 你不能走你知道吗 你不能走 因为我一定会进场 你看着 我不可能不进场嘛 我经常到半天妈 黑白来 一定是做多的嘛 所以你是不是等 你那么急干什么 你就等 你去追空 在这边追空 你一定输 你一定输 你不信你录音录影存证啊 你说该怎么做 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有目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无法左右大盘涨叠 可以改变 技巧高低 行动APP 自己看手机 高低率先补空 低档提前单多 PSY心理线 标普自动搜寻 指示当中 过段一指完成 为了投赴心动行动 PSY心理线 支援钻线 0800 55808 0800 55808 变变变 变解中 肯定会成功 棒棒棒 一棒再一棒 接强棒 强棒 现实全股 自动优化 避开风险 掌握栩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 502 2578 3000 2578 3000 无法左右大盘涨跌 可以改变经效高低 行动APP 自己看手机 高低率先补空 低档提前翻多 PSY新闻线标普自动搜寻 准时当中拖转一纸完成 为了投赋心动行动 PSY新闻线 支援车线 0800 55808 0800 55808 他们不靠老师 他们靠团队研究 他们是横稳团队 请上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为您代劳 他们依照法人模式 却只为散户服务 他们是横稳团队 请上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为您代劳 数位机上和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快乐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一样啦 各位看一下 这是今天啦 我们稍待每天下午我们的成员两点半到三点 都会拿到当天的研究报告 今天喔 今天礼拜一 我们研究报告的标题就叫 接近108-12 可是它会在哪里反转 它会在107-41 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强力的反转 这个反转当然是往上啊 不然怎么会叫反转 如果是往下就持续往下做回撤嘛 下探嘛 反转就是来到这个点 你不用紧 你就等 你就等 你等它来还会破咧 我认为还会破7-41咧 那破了会形成破底穿透的反转 这是标准的形态 行进 所以金融市场是要等的 不是说我每一票落出手点 所以当它来了 我会通知你 你就这样子做 你说你要怎么通知我 一样嘛 这是不是今天礼拜一 我们看三个礼拜五 是不是11月24号 好 来 看这点 这是比正五十 对嘛 这负五十嘛 那正五十呢 它就跌嘛 那负五十呢 它就会涨嘛 11月24 是不是礼拜 这天 礼拜五 我做图表的时候还没收盘 我们的讲法是什么 你就等 等什么 等它到正五十 或者是负五十 那我现在请问你 它到正五十该怎么办 你跟正五十 跟正五十该做多吗 那就一定输 所以应该要负五十做多 正五十还半康 那你就等 你就手杀出来 你就把它刺下去 对 好 来 你就打开 PSY就点了 对不对 你就点 记住 指数行一律看五分钟 个股看日线 个股跨日线 指数跨五分钟 拉近这 这不今天会在这 这 往下看 这 这是正五十负五十 这不正五十 正五十 正五十就一定会落 不然正五十会去 好 我没有看过 他们难免会错 但是他几率真的很低 在标准行进 政府时 他就会跌 所以 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来看这里 很重要 来 我们先看筋了筋了 我都不动它 来 你自己看 帮我一个忙 不要动 不要动 停了 这支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支没落用 它有 可是它是个假象 来 十点四十九分 十点四十九 叫做10786 也就是说 从十点四十九分 一直到现在 就是10786 可是这个支撑 有强不强 不强 为什么不强 因为 来 各位把底下放大 上面都不用看 你不用看面上 面上没意义 停 停 停 来 我现在跳给你看 来 这支 10点四十九 再一次 再来 是不是这一根交易量 这支 10点四十九 好 那我再把它拿开 请你告诉我 这个交易量 有没有大于 这个或者是这一个 这两个 没有 绝对没有大于这两个 所以来 我不要动 你看全图 你看全图 这两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边 他现在在这 他的交易量 小于这两次 那代表怎么样 他说不过 你知道吗 他叫起来 说不过这个反应 他说不过去 因为他的 一两人没搞 他纵使要反扑 他的力道太小了 在那他爆出 更大交易量 他这里说不过 说得过多少 这里 这个很重 10812 高点三十六分 他说不过 他说不过 以这个交易量 绝对说不过 所以除非他接下来爆出 台积电 他下5块 我变5块 交易量当然就爆出了 否则 在这种结构里面 他今天就看一个修正 786往下 那往下你在等什么 等这个 待这个点到了 你准备大营 就这样子 你就准备大营而已 不要急 这叫10842 那842叫反压 所以主要 他多头藏在 隐藏在哪里 741 他密在这里 他不会站着让你看 他躲在10741 所以来到接近741 甚至于被贯穿741 包括很多分析师 包括很多操作者 你已经有他说 这里追空 你也输了 所以跟你做一个分享 如果他来741 甚至于被跌破741 你要站在正向 为什么 好来 从形态来看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代表捷径 第二个叫捷径 这个叫逃逸 代表一定还会有高点 纵使这天这支黑鸡灌 你一定做多 因为它是个逃逸 它这个逃逸 你管它补补不缺口 那个就不重要 代表它一定有高点 可能是这支 这支 10882这天撥出来 你就知道说高点到 一天 两天 三天 好 那个不叫842吗 那多头躲在哪里 躲在741 为什么这个多头躲在这 来 各位请看 从10600到10882 他们都走一个完整的形态吗 这是一个完整形态 这是完整的 因为逃逸捷径嘛 不然围着 啊 撞起来 整理两天 今天开始做修正嘛 所以代表说 这个完整结构里面 你在观察什么 观察外资 它的成本在哪里 它成本当然是 1,000空741点嘛 来到1,000空741点 它就一定做多嘛 它就一定会出手了嘛 那一定会出手 你不就大赚了 你就一定贏了 那你就稍微论一下 你就等啦 不要急啦 你急也没有用 你现在跟我讲 我们现在进场了 这样怎么进场 我也不会进场 但是现在这样 怎么进场 你就等啊 但一来啊 来 你要站在多方 要正向 那你自然而然 就有不错的一些操作绩效 那么记住喔 台北股市它本身 它就是个领先指标啦 因为台股本身 是个领先指标 所以你与其现在去看 国际股市 没有什么意义啦 那该怎么办 我就照着做 我的观察是这样啦 你就不要理它 好不 你就做 你就听我 来 来 特别是新朋友 来 你看一下 你对照你的简讯 本周 本周就这个礼拜 今天礼拜一嘛 没问题吧 本周加权指数 多方 强力防守 在1万 741点 没问题吧 本周就这个礼拜 因为今天礼拜一 所以从今天到礼拜三 到这个礼拜的礼拜五 你都主要 就看这个741 然后再来 底下 我没有推荐你买卖 我说一次 我都会任何一档股票 我们进去的 我都会帮你设停利跟停损 你是空手的 你就等接下来新的投资建议 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些个股的 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些个股的 你就照着上面 如果有看到那个价位 来 底下 有看到那个价位 有看到那个价位 你就执行停利跟停损的动作 没有看到你就不要理它 这个价位你用没看的 你不用差别了 你这个购物去把它放就好了 你就一直把它放 这卖菜 然后呢 要记住 你自己 如果自己 你有买卖股票的 一样 你PSY点出来 点出来 记得 指数 看五分前的 个股 个股你要看日线 你说什么是日线 实在 不管你要看什么 红海 红达店 记得你要点底下 日线 你要点日线 个股股票看日线 日线就是说 他负五十 麻烦你就乐观 正五十 麻烦你就保守 负五十 你就乐观 OK吗 如果你在负五十做多的 假设 你在负五十买红达店的 你可以在临走卖出 你在正五十去扮行 扮行红达店的 你可以在临走 你就获利平仓了 负五十买 这有贵临走吗 有嘛 正五十是一定要保守 那你最起码 你自己做短线交易 负五十多 零走就可以走了 正五十如果有空的 零就可以走了 每一档股票都一样 那么也欢迎各位 在这里也祝福 我们所有的朋友 这禮拜记得 这里到礼拜三 到礼拜三 礼拜三这个小结算 台北股市 这个压缩下修 你要等 等那个位置到了 你才可以开始展开正向 这个正向你别怕 所有朋友一样 该进场我都会通知你 感谢大家 祝大家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感谢你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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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立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